你現在來Honey WAN 你要藏力發電啊 你要藏力發電啊 水力發電完之後藏力發不到 多...4P 多P 為什麼我姐姐這麼喜歡開王康 大家好 歡迎收看EG大國際 我們本來說了不來的 但結果我還是決定了來 因為是值得來的 Paronello Park Paronello Mo Paronello 不是Paronella嗎 好瘋啊 一進來就去這個 souvenir shop 一進來就可以買東西 這個Paronello Mo 我不知道有沒有讀錯 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它是天空之城的取景點 其實本來真的不想來 好貴啊 47元即是50元 250左右 那我現在給5個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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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人都會在這裡賬你 剛剛導遊說 這個公園是30年代至今 所以有很多路都不平 例如這樣 那路見不平要怎樣 佛刀相助 要小心一點 我們還要小心那些動植物 因為它說這裡是保育區 不可以摸 那如果那些動物摸我們怎麼辦 吃了它 明瞭然玩 大家知道30年代是多少年嗎 對呀厲害 不是怎樣 0030年 這個是大的女兒 Treson 喂 剛剛導遊已經把整個公園的東西介紹給我們 這次就讓我和你們說一次歷史 到底這個雖然是天空之城取景的地方 但它本身是有一段真實的故事 那真實的故事原來也挺厲害 很厲害 我可以把導遊說的東西很簡短 說一次給大家聽 雷叔版 對呀 從前有一個人叫河西 你走哪邊 咦 你走哪邊 他從小的志願 就是很想斜一座城堡 一開始他就在這一帶做斬金者 是斬金者呀 對呀 我開始的時候就想 什麼斬金者呢 金是要斬的嗎 之後才發現原來是斬金者 他斬了差不多30年了 就可以有錢買城堡了 那是不是這麼厲害呢 如果我從現在開始斬金者 我30年之後可不可以建成 他之後變成了金者土地買賣人 哦 是是是 他變成了商人 所以證實你現在開始斬金者 是不行的 如果你不變成土地買賣人 你不行的 好 30年之後真的建成城堡了 但不是用來自己住 用來招呼賓客 和收租 獨家村 其實是收入場費的 原來他從小就不是建成堡 就是賺錢 我們能夠看到的成堡第一座 就是這一座 這裡拍得比較清楚 就是這一座 我們現在身處的這個地方 其實呢 之前呢 是用來讓他當disco 就是這個 什麼disco 對 現代版 這個呢 就是他們用來跳舞 就是一個pool OK 你幻想一下那裡有dj 因為那裡是台 對 這裡有個台 那裡的dj在打碟 然後人們就在這裡銀 身為一個club 為什麼會沒有天台這麼昂貝呢 為什麼會沒有天台這麼有趣呢 就是因為之前發生過大火 那裡的電線是短路 然後燒了屋頂 然後就搞到天台又拆了 現在大家只能夠看到這個沒有天台的武池 這裡呢 有兩個洞 大家也知道為什麼 對 上面的大鼓洞 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他用來當戲院做的 上面那裡就播放一些電影 直接去舞台 大家一起排排坐看 然後剩下這個小洞 你怎麼也猜不到 你們來做什麼 給你們兩秒猜猜 因為以前雪糕很受歡迎 所以他特意拿一個洞 給人買雪糕 他又說是 過到這裡 我主要的目的 其實都是拍照 這裡所有位置都很適合拿來拍照 你還沒說到上面的博物館 上面的博物館 上面的博物館 不聽書的 就是因為河西做生意的時候 去很多國家的地方 所以他買了一些收藏物 就放在這裡 這裡是當時的博物館 所以分客都可以上去參觀 然後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可以付錢 就是最重點 但到現在我最後悔的 還是穿錯衣服 就是我本來想在這裡打卡 你看我的新裝束 都可以打卡 不太適合在這裡 很型格 不怕卡 這些是以前 他真的拿來放影影片的 菲林片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長身 是一條條橫間 這裡比較近 橫間是來自於 它是用手去抹出來的 這些石屎 用手去抹石屎 是很難的 大肥是應該要學一下的 但有個重點 很重要的重點就是 城堡有80%是他爸爸起的 成功 依然是衰腹肝 然後走下去 就看到主要的取景點 就是那個 米勒博布 那其實 真的很漂亮 其實沿途這樣走 你會發現每一個位都是打卡位 這裡上去 還有一條釣橋 我剛才沒有看到 走不走 嘩 它湧到 麻煩你 這裡有一條垂死的幽隱 正在 正在被矮 哇 OMG OMG 我們快點走 眼前這裡有47級樓梯 不行 拍張照片 很對稱 這條樓梯 其實就是河西 它第一個建的建築 因為這塊地圖買回來的時候 就只有右邊 這個薄布 所以它就要第一時間蓋一些東西 就立刻蓋到這條樓梯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兩塊牌 是用來記錄下 之前水浸的那個位 是可以浸到上去 這麼高的 什麼啊 那樓最高的 還有嗎 嘩 頂 看不到 原來是 那它第一次浸的 第一次浸是浸到這麼高 如果我們站在這個位置 我們已經浸直了 我們已經是深潛了 然後呢 就直接可以 在這個位置看到這個薄布 嘩 這裡的沙很幼 原來是要入大沙了 那時候 因為那個叫河西的友仔 就很喜歡這條薄布 他就想每一個人 都可以欣賞到這條薄布 所以他就 建了後面的這個用餐區域 那些人可以一邊吃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那些用餐區域 它是一階階上去的 就令到你就算坐在哪裏 你都可以看到它曬命的薄布 嘩 如果我有這個薄布 我也一定曬 右手邊 有這一座的東西 其實就是發電機 其實就是他之前 走去結婚 然後度蜜月 蜜月度了半年 那麼久 他學了怎麼搞水力發電 我是不明白 為什麼可以度蜜月 學水力發電 很忙啊 那他老婆應該頂他 你叫我離婚一碗 你的水力發電 你要藏力發電 水力發電完才能藏力發電 是啊 我覺得一定會鬧硬的 但是也生到子女 證明婚姻應該沒什麼問題 依然可以繼續發電 發電到什麼時候呢 發電到現在 現在這個公園 電都還在靠它 之餘還可以多賣些電給人 附近的湯 那些市鎮 都是在用它這個電 這個人在做生意的方面 是絕對無敵 過到這裡其實還可以餵魚 這裡的魚是很聰明的 你看到牠沒什麼 喂!我過來了 那牠們就開始慢慢墜過來 看到嗎? 撒點東西下去 撒點東西下去 撒點東西 馬上撒到貓都不認得 整盒 整盒一起撒 看看牠們會不會 黏了線 變成了一隻怪獸 開 哇!牠們是黏了線 為什麼這條黃色呢? 哪裡? 只有一條黃色 全部都是黑色的 可能牠是吃得最多魚糧的魚 變成黃色 對 變成黃 魚王 當然我沒可能在這條影片 把整個公園的東西 全部告訴你 如果我們告訴你 你就不用來了 那你們就不用來了 我根本就忘記了 那我就再選擇兩個拍照 很漂亮的地方 跟大家說一說 或者拍一拍 嘩! 做什麼? 這個瀑布 就是 Laputa 的時候取景的地方 我剛才沒有說 對 你剛才沒有說 哎呀 大家聽到了 但是 那這個瀑布呢 我不重複了 說一說 我現在手上的這張門票 那這張門票 原來勁是勁在點呢? 勁是勁在 原來你買完 兩年都3Pass 已經到了第二座城堂 嘩! 神經病 我的鏡頭可以轉過來 這個鏡頭已經很漂亮 順手說一說 身後的噴水池 現在的職員 就已經是 有偷偷地移動過 那本身呢 原設計 那些水 你們現在看到 不是由外面噴進去嗎? 人家的原設計 其實是由裡面噴出來的 而且這個噴水池 是不用手機發電的 是24小時 一直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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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外面大瓦的水池 去做到 我不知道 一個斬金者 可以想到這樣的系統 所以其實Honey Moon 是很重要的 Honey Moon 去做一些不是Honey Moon 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 對,很重要的 那結果又是 我又拍了一些很奇怪的姿勢 為什麼你經常都要說錯 你要不要 不要 阿柴 拍 為什麼要這樣 做奇怪的事情 就好了 是不是 開心 這個就是他們的情人路 是特別闊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們那個年代 那些女生 就會穿一些闊身裙 為了可以平排 和他的男伴走過 就特意把路變得那麼闊 所以大家可以穿長袋 沒錯 其實是對的 要穿這些衣服來拍照才對 我自己覺得 其實這條路的闊 是沒有什麼特別意義的 就是海洋公園也有很多這些 這些拔路 多 多 多 我經常說多啤情人路 那我就說最後一個 我覺得在這裡拍照漂亮的景點 叫什麼 考里樹大道 考里樹通道 考里樹厲害 好 下山了 對 快點 快點 它是高度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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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你看不到有多高 看到嗎 看屁啊 要去到最高 被葉擋餘了 那就是 哇 那就是河西他想種這一種的樹 因為只有一個厲害 沒有什麼分枝 那他覺得兩邊都種了 就很漂亮 這裡的樹大概八十幾歲 當然 河西自己看不到這個樣子 因為他六十幾歲就死了 對 他六十幾歲就死了 只有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成果 那好 這一條呢 就是了 頂我們在中間位 那這一條呢 就是了 登登 嗯 你看這棵的高度 猛不認得 那當然啦 這個位置拍照也是很漂亮的 好啦 回去了 如果不是那些長輩們 就會發牢騷的 對 而且我怕黑了 我們回不去 當失漏了 記住啊 都是用魚眼鏡的朋友 打一隻拍照要千萬小心 的確是可以令自己的腳變得長 但是 跟棵樹一樣 對 但是你不用那麼扭到盡 譬如我們這支15mm 我們這隻腳是跟棵樹差不多一樣 對 我們又曬得太陽 又變了啡色 上了一堂很厲害的歷史課 是不是 這次我啊 厲害啊 這次不是沒有營養 留我講 這次我們隨團來 最後還會得到一份小手信 那小手信呢 就是石頭 那這個石頭 其實就是 我之前不是說大火 然後燒到那個鋪的位置 就爛了 然後他們就把雅力切成碎片 就是切成一塊正方人的石 然後就會讓我們來參加團的人 那這個寓意呢 就是 何西他是一個有起城堡夢想的人 結果他很努力 他起好了 所以就嚴育夢想成真 因為他那時候都經過了不少的困難 那他就想 大家都叫他放棄 對 那他就是想我們好像他這樣 千萬不要放棄 對 加油 加油 那坤士蘭之旅呢 明天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坤士蘭 是嗎 明天也有的 明天不是走的嗎 不是啊明天不是走的 明天未走的 走錯路了 今天的行程呢 就到這一個位了 那記得訂閱了 給我的兒子 逢是現在寫出片 如果可以的話 share我這條片出去 拜拜 拜拜